硬生被打入跌停 牛仔褲大廠如新 陷入下市三部曲 包含換會計師 其次第二季財報為如期交出 導致股票將在十八號暫停交易 更有支持人士透露 如新十大股東之一的偉豪投資 因為抵押乘數不足 補不起慘遭金城銀行斷頭 超過兩萬張持股 金城銀行也首度證實此項消息 如新十八號停止交易 若是六個月內無法交出財報 股票恐怕就將成為壁紙 但眼睛的股民卻發現 如新近期股價暴漲暴跌 十五號盤中翻紅 大漲超過百分之十六 算一算短短七個交易日 漲幅更超過百分之五十 多方力量相互角力讓人一斗 公司派的一個重整 或是有外部勢力的介入 其實都非常有可能 應該會有人想要利用這個 現在目前的公司派的 一個經營的狀況 那甚至有機會能夠去入主到 如新的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然後去取得經營權 儘管如新強調公司營運 以前正常將在九月底 召開臨時股東會 全面改選董事會 但一連串峰迴路轉 戲劇化劇情堪比八點檔 未來是否能起死回生 難以預料 三立新聞 理書寫了 鳳慈台北報導 前方力量相互